因为不同的版本 《道德经》里面提到的都是顺天之大 人要跟大事人看起学习 像第八章里面以水为师 上善若水 有没有 善意万物而不争 你看这是非常正确的 上善若水 上等心灵品质的人 他呈现出来的会像水的特征特性 因为他懂得向大自然看起学习 大自然拥有非常高的智慧 流水拥有非常高的智慧 所以《道德经》里面 老子也是观水悟道 观大自然而开启大智慧 所以都是要我们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 要我们向大自然看起学习 但是另外一个经典 那个经文就是 上善善治水 治理水 哇 这个意识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们《道德经》是要落水 是要向水流 看起学习 你如果不懂得水的话 你才想要去治理它 而如果你真正懂得水的智慧 你是会许心学习 向水看起学习 学习水的柔软 谦虚处下 智慧德行 润物无声 所以是要学习道 道 学习道水的道 水的智慧 而不是 学了一些知识之鉴之后 就 上等的 我是要去治理水的 那是树的应用 意义完全都不一样了 好 你有了道之后 你就会知道 顺天之道而为 顺天之道而为 OK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